所以这个全部都是要看角度 然后看你现在要做什么 所以去控制它的力道 用戳针一针一针耐心的戳刺羊毛 制作出各式各样的狗狗猫猫羊毛毡 位在松山文创园区的风格店家 Erica自创品牌客制化宠物小分身 抚慰了许多毛孩爸妈的心 这是因为喜欢可爱的东西 然后小时候其实就是对 可爱的东西特别有兴趣 然后对宠物也是毛茸茸的东西 也是特别喜欢 然后只是说因为有养过宠物的经验 然后失去了之后 那个伤心到真的没有办法再养一只 所以就开始走了这个客制的路程 希望有一个小分身 可以去做陪伴的这个动作 就是因为我有很多客人 他们全部都是有一些宠物都是小天使 他们有表达出就是非常的 就是非常的伤心 跟他得到了小分身之后 他的喜悦的心情 就是原来他是一个很大的精神执著 所以这才慢慢转变成就是我的主軸 我的我想要走的那条路这样子 刚好之前就是有遇到一个老师 然后他就是跟我说就是他的学生家里有一点状况 然后他刚好养的仓鼠 他是国小的学生 养的仓鼠死掉了 他非常非常难过 就是然后又家里的状况 所以他希望我可不可以 就是稍微赶一点帮他制作出来 然后那时候刚好也是我比较低潮的时候 然后我完成送出去之后 后来也有得到那个老师很大的一个回馈 就是说因为那个小朋友 他们家里就是是状况是比较不好的 所以他们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就是其他的资助 然后那个宠物等于是他很大的心灵上的寄托 他说那个小朋友之后 终于就是会稍微比较有笑容 然后会跟他讲就是他每天还陪他入睡这样子 类似像这样 然后那一刻就会让我觉得原来 就是我做的小分身是可以得到这么大这么大的一个影响 这样 所以就让我有办法再继续坚持下去 对 因为其实羊毛毡在台湾还是算 虽然近年是有比较多人认识 可是其实首创类的其实还是比较辛苦的 对 在他的巧手下 不管是狗宝猫宝还是鼠宝兔宝的小分身都栩栩如生 看了让人相当疗愈 过去也曾经手做过特殊的宠物 让他留下深刻印象 因为我所有的宠物都有做过 印象比较深的大概就是白鸟吧 还有那个黑面皮露 对 这也是很比较特殊的 那也是因为对方喜欢他是要送礼 然后对方是他对于鸟类是比较喜爱的 对 这种也有 其实那时候是看到一本书 然后它是打毛线的 然后因为其实我从小就喜欢做一些有了没有的东西 然后那个打毛线也是想说 我就自己玩玩看 然后后来就开始用了勾针 然后又勾针之后想说 因为我喜欢可爱的东西 然后最可爱的就是猫猫狗狗 所以我就开始做了宠物的部分 可是因为宠物它的特征就是 它颜色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 然后因为毛线它都是一球一球一球的 那它就会呈现出来就会变得永远都是Q版 然后它的色块就是非常明显 然后它的长毛的特征也没有办法做出来 可是羊毛的特性就是它很特别它是软雕塑 所以它还可以做到混色 就是你有一些不同的色阶 你有办法用羊毛去做出来 所以才改用羊毛这个材质 对 它是进口的羊毛 纯的羊毛 然后再经过整理 然后染色的 都是天然的 其实基本上就不要太潮湿的地方 其实虽然说台湾是很潮湿的地方 可是它还是会有比较偏向 比如说海边啊山边更潮湿的地方 那那种可能就要稍微留意一下 就是太潮湿的话会产生一种虫 它会专门吃羊毛 我们是有听过啦 但是你如果普遍就是都市的话是都还好 然后它跟龙毛娃娃一样 就是拍拍灰尘 可是它是不能清洗的 因为针簪就是 你我们有塑形过 那清洗过后它的形状会变掉 会坏掉 对 手作羊毛毡除了针簪 另外还有湿簪的做法 呈现出不同风格的作品 这个是湿簪 湿簪跟针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的话 它通常都是拿来比较是实用性的 所以就是像围巾啊帽子啊小包包这种 所以可以看一下它后面 通常我们会加拉链 或者是会加个小扣环这样子 那它的特色就是它脏了是可以清洗的 因为它的制作过程中 本来就是用水洗出来的 我们是用羊毛 然后铺它的形状之后 加造液 然后把它手洗出来 像揉衣服那样把它洗出来的 但是大部分制作的都是还是比较偏向实用性 围巾啊帽子啊 就是钱包这类的东西 那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可爱的 所以就把它做成小动物这样子 然后我们在戳的时候都会稍微做那个螺旋的方式 因为它这样子才有办法比较均匀的把羊毛抽在上面 因为如果你每次抽的力道不太一样的话 它会导致某一个部分会凹进去 所以这个全部都是要看角度 然后看你现在要做什么 所以去控制它的力道 Erika全职投入羊毛毡的领域 也喜欢手作教学 她观察到从小孩到长辈都能体验羊毛毡手作的乐趣 其实羊毛毡它的年龄层非常非常广 它其实从五岁到八十岁都可以做 这是我有教过的学生 现在都还在上课的 像小朋友的话 他们是训练手部的肌耐力跟专注力 然后就是可能上班族啊 或是比较年轻一点的学生啊 其实他们是比较疏压 因为这时候的阶段刚好是压力最大的时候 然后到老年的话 就是它是可以训练末梢神经 然后跟就是可以延缓退化 所以其实是年龄层非常非常广的 只是像台湾比较少知道羊毛毡 它其实有这个功效 那也是刚好我的学生有跨这么大的年龄层 才了解说原来他们上完课之后 他们的心得什么 我们也都会聊天分享 而有机会进驻松山文创园区 成为风格店家之一 Erica说是很棒的体验 很感谢刚好有遇到就是 之前认识的人 然后他们有在就是招 就是暂时的快闪电 所以那我刚好我之前的柜位 他们也是刚好结束 然后我想说来 因为其实我以前有来过 但是其实也没有进来这个建筑物 我以前也都是去看看而已 但是很喜欢这个环境 就会发现太神奇了 就是台北市居然有一个 这么像森林的地方 然后连来这里上班都身心愉快 还会听着听着那个好像流水声这样 然后出去就像公务员这样 是一个非常非常愉快的心情 对 然后来这里也是不同的客群 其实也是想试试看这样 然后顺便做羊毛毡教学的推广 因为我之前的地方 它的客群比较是亲子 所以我的课程很多都是比较针对小朋友的 可是在这边比较多都是年龄层稍微大一点的 可能上班族啊或是学生 然后其实那个教学的内容就稍微要再调整这样 上班族他们会稍微喜欢复杂一点的 对 他们会对于就是 因为之前是针对小朋友 那小朋友的话都会稍微再简单一点 然后甚至我那时候都会再去参考 他们那时候流行的东西这样子 然后去制作一些教学的范例这样 可是现在就是因为其实我也刚进来 所以我也想确认这边的客群到底是他们喜欢什么样 但是普遍都是喜欢复杂一点 比如说他们就想要学克制的宠物这样子 但是克制的宠物其实通常都要两三年 你才能稍微做出一点省运 不然就会其实都是老师在做 对 我们现在的话都是假日的两点 那平日的时间 其实平日时间的两点也是可以 那就是另外再跟老师预约 然后因为我们很其实蛮弹性的 他也可以提供他想要制作的东西 然后再跟老师确认 就他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然后老师可以再跟他可以再讨论这样子 然后如果只是单纯的只是想体验看看的话 我们后面这边其实也有比较一些出街 就是你完全没有经验的人也可以上的 那时间大概都是会抓到大概两个小时左右 飞花手作的特色呢其实就是在于手作体验 然后透过羊毛毡的形式呢 能够让民众消费者能够更近距离的去完成 他想要他喜欢的作品 那这个也正是松烟风格店家呢 我们一直希望能够传达给来园区的游客 或者是消费者一个完全不同的体验 其实像刚刚提到的松烟风格店家 其实就是在全员区来说 他就是扮演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那其实大部分的文创品牌 都是属于一些比较微小刚创业的一些创作者 他们成立 那我们藉由松烟风格店家这个空间 能够去让他们做一些直接跟消费者民众 面对面接触 做一个双向的互动沟通 那进而他们可以调整去改善自己的一些 营运面向的一些经营的方式 松烟文创园区也欢迎各地民众 来认识风格店家创意聚落 体验品牌精神与实作的乐趣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